说到小小春的妈妈英彩儿,性格直率,敢爱敢恨的她在娱乐圈中也有住很不错的好人员。 不久前作为英彩儿好闺蜜的郑希怡,便在微博晒出英彩儿带着小小春和闺蜜团聚会的照片。 话说,在郑希怡晒出的这组照片中,很快也让不少网友粉上了郑希怡女儿梁静静以及小小春这对小CP。 而在近日,郑希怡便又晒出小小春身住自家品牌卫衣的照片,并配文表示,小小春为这个品牌的最佳代言人。 此外,在看过小小春和郑希怡女儿多次互动后,这次在评论区也有网友忍不住留言表示,想看小小春和静静穿情侣装,随后便有网友晒出静静和小小春穿同款卫衣的照片。 不得不说,这已经不是网友第一次留言起哄了,之前在郑希怡晒出小小春与静静的合照时,有网友便留言表示,Jasper和静静应该定个娃娃亲。 不过,当时也有网友反驳表示,陈小春只定小抱福了呢,我这真不是坏事。 而这次伴随网友晒出小小春和静静穿同款卫衣的呆萌罩,也有网友表示,比起小炮福更喜欢静静。 话说,虽然陈小春也曾在节目中开玩笑表示想让小炮福当儿媳妇,但是我们的小小春现在可还是个宝宝,而且Jasper那么优秀将来肯定不愁娶媳妇的。 所以,不管是小炮福还是静静他们都只是小小春的玩伴而已,而且,小孩子之间真的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感情,所以网友们可以不用这么筑集为他们组CP,你觉得呢?你喜欢静静?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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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